为什么勾芡泻汤,滑油掉浆 炸出的东西不蓬松不脆 那是你这几种粉没有用对 这五种粉建议家中常备 正确使用会让你做起菜来,事半功倍 这可是玉米淀粉,是家里最常见的一种 用它炸出来的东西酥脆,但是不蓬松,比较硬 它的粘稠度属于中等,不太适合勾芡 多用来作为上浆使用,滑油锁住食材的水分 这个是马铃薯淀粉,也叫生粉 粘稠度较于玉米淀粉,高出很多 而且用它炸出来的东西相对来讲蓬松一些 因为粘度较高,不适合上浆更多的用于勾芡 以及与玉米淀粉搭配炸制食材 你像锅包肉溜入段,要想蓬松不硬的话 提前用玉米淀粉和生粉一比一的比例浸泡透了 再去抓裹食材,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面粉在炸制食材中提到的增加粘稠度,能使面糊更好的 裹在食材上,而且口感更加的柔和一些 你像炸鱼,茄盒这一类,不用特别的酥脆 只要能裹住食材,不浸油 它的用量就可以适当的多一些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我会摆一款非常经典的 通用杂货铺的调护方法,分享在视频最后 这个玉米面,咱们一定要选择那种中细的 虚微有些颗粒感的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上色 以及增加成品的一种复合口感 用它来搭配即将出厂的脆炸粉 能有效的降低成本 这个香脆炸粉在我的视频里出现的频率很高 用球迈和百味加,效果都不错 如果家用,使用频率不高 用这一款脆炸粉完全可以代替 这里面还说一句 如果你摆摊的话 用这几种调制出来的面糊足以胜任 绝大部分的菜品 那你要开店的话 你建议你备点大米粉 以及即适粉 还有奶粉 它们能更加的让食材香甜一些 谢谢观看